梅仔和达摩的故鄉 日本高騎士 在10月25號到10月27號連續三天 在台南市古板高騎士 除了帶來豐富的農地產品 免費器再平衡以外 可帶來當地表演和一人手續 帶領表演和體驗 歡迎民眾到現場參觀選購 日本是台灣人最愛氣 如有的國家 日本高騎士 新產到梅仔 也是达摩的故鄉 高騎士是當日本最大的梅仔三地 這次來台南市古板電視費以外 現場有試駕也有幻想到梅仔相關的產品 也有介紹到梅仔歌 每種搭配到白米 白米丁日本在地的吃法 那的話差不多距離有200公里以上 但是這一次呢 就是有受邀說 要不要在台南放這樣的展覽 那因為之前的話在北部的話 其實有辦過幾次了 但是我們這一次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台南的古城 然後辦了這樣的算是台南跟高騎的交流的第一個 所以我很期待 台南市政府副市長趙青匯非常歡迎到高騎士 帶來到豐富的物餐 物餐獎 物餐獎 歌獎頂頂龍山品 免費契價貧窮 近帶來到當地的表演 和這人手作和大家表演 以及體驗歡迎民眾到現場參觀 藉由這樣子的機會 離我們火車站也非常的近 可以在這邊欣賞到或者是觀察到 或者是可以購買到 這個高騎士 非常特別的農特產的加工品 那也希望我們未來兩市的這個合作跟交流 可以跟過去我們跟群馬所建立的關係 再更深化更進一步跟高騎士 有更好更多元的交流活動 另外外地現場最佳是當地的物餐 味噌饅頭 也在現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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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不必背到日本 才能夠吃到日本 到底的名物 歡迎民眾 有他們來驚驚謝謝 免費使者體驗到 日本高騎士的文化 觀光跟日本的因素 既然大家先 東區彩虹佛特